404解题说明 第一小题要在节目表查询节目这个工作表 我们先点按 在V1右方 将原来的前选、勾选、 去除 一期题目只要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所以点按 按确定 节目只要包含报告狗班长 我们这边可以点按一下将报告狗班长 先按右键复制 接着节目名称右方选取文字筛选 包含 好,将刚刚复制的贴上报告狗班长按确定 第二小题在节目表查询时段 这个工作表里面我们要筛选日期跟时间 在A1右方 将全选、勾选、去除 一期题目只要8月24、25两天按确定 接着筛选时间 点按 选取数字筛选 可以选择借以 或者我们这边 按制定筛选 一期题目 要 大于、等于 晚上7点 好,注意 是19点 7点到9点 所以 小于 21点 21点 好,按 确定 第3小题 3-A 要将 知识与休闲频道节目表里面的节目名称 我们按Ctrl Home 先回到上方 再点选 D7 储存格 按Ctrl 或Shift 向下键 选到D85以后 按右键 复制 将节目名称 复制到节目名称工作表 在A2 储存格 点按以后 按右键 贴上 只保留影集名称 点选 A欄 在上方 资料 选取 资料剖析 分格符号 按下一步 选取 空格 再按下一步 由于我们只要第1个栏位 所以选取第2个栏位 不会入此栏位 不会入此栏 第三个 不会入此栏 另外第4个 稍微往下移动 看到第4栏以后 选取 不会入此栏 按完成 接着移除重复资料 点选A栏 在资料 右方 资料工具 选取 上方 移除重复 我的资料有标题 没有问题 打勾 选取节目名称 按确定 移除以后 共保留113个 按确定 接着选取上方 排序与筛选 A到Z 递增排序 3-B 设定范围名称 在范围内 另一点按一储存格 接着再按 Ctrl-A 选取范围 接着利用上方公式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没有问题 按确定 4-A 在知识 与休闲频道节目表 里面的D1 选取到D3 要做资料验证 选取上方 资料 右边 资料验证 点选 资料验证 以及题目 资料验证准则 储存格内允许 点按以后 选取清单 来源 按 F3 节目名称 按确定 可以在D1 右方 看到 节目名称 以及题目 不改变 储存格的 颜色设定 最后4-B 要利用4个函数 来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我们点按下方 任意储存格 接着 按Ctrl-Home 回到 上面以后 再按 Ctrl-Shift-End 选取 选取到 D845的范围 接着利用上方常用 右方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来设定 在设定之前 请同学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的填满色彩 蓝色的下方 是蓝色辐色1较前80% 金色的下方 是金色辐色4较前80% 绿色的下方 是绿色辐色6较前80% 是题目要求的 而等一下这个提示文字 不会出现 接着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点按以后 因为三个规则 所以我们在此选取 管理规则 新增规则 一记题目 使用公式 来格式化 储存格 在此 我们输入 等号 两个条件要同时成立 所以用AND函数 括号 第1个条件要找Find 找D1 我们选择的节目 有没有出现在 最上方的D7 所以漏点以后 自己输入D7 由于 我们要从7找到845列 所以把D固定 按F4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找到以后 还要D1 节目名称 非空白 所以我们这里输入 Not 空白 是 Isblank B-L-A-N-K 好 点按D1 注意右括号 要对称 有三个 完成以后 可以先将公式选取 按右键 复制 等一下 可以用在D2跟D3储存格 接着 点按格式 一句题目 填满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一格 就是蓝色 辐色衣 较浅 80% 按 确定 确定 再按一次 确定 接着新增 第2的规则 使用公式 刚刚的 贴上以后 将第1改成第2 格式 是 金色 虎色4 较前 80% 按确定 再按确定 第3个规则 一样用公式 按右键 贴上 改成 第3 格式 绿色 虎色6 较前 80% 按确定 再按一次 确定 最后 确定 可以检查一下 我们选取 往下 比如说 亚洲动物 面对面 可以看到 有蓝色的填满 到此 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EX04底下 将EXD04 改为EXA04 按储存 接着评分 按确定 结束